八宝辣酱 八宝辣酱是选用四荤四素 八种原料炒制而成的 因此而得名 原料选用鸭针 鸡蒲肉 炸花生米 豆酱 木耳 白糖 湿淀粉 葱 姜米 猪瘦肉 海米 冬笋丁 清汤 料酒 红绿辣椒 精盐 白油 鸡蛋清 味精 将红绿尖椒 切成丁 血河 花生米 尖 将鸭针去皮 切成缩衣花刀 改成1.5厘米建方的小钉 李吉肉和鸡胸肉 切丁 然后倒入碗内 同时加入蛋清 和湿淀粉拌匀 加入精盐味精入味 加少许料酒 拌匀后待用 炒锅内做水 将木耳冬笋用水焯一下 捞出待用 另取勺做油 待油温升至五到六成热时 将鸭针丁 里吉丁 鸡胸丁下入锅中 滑透后倒入漏勺 锅内打底油 锅内打底油 然后将鸡胸丁 然后将海米 花生米 尖椒丁 下入锅中 然后将鸡胸丁 里吉丁 同时下锅翻炒 加入精盐 味精 尿酒 尿酒 淋入明油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 口味咸香辣 灰甜 具有特殊的清香味 质地酥脆软滑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izers 订阅 请不吝点赞